北京时间8月15日讯,说起现役之中谁是联盟第一人,谁是超级巨星,这样的话题是经常被球迷所讨论的。 每个人心目中都有着不同的答案,有的人认为勒布朗是联盟第一人,也有人认为阿渡是第一人,总之没有一个很统一的标准,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。 而最近乔丹也表达出对此事的看法,乔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他心目中的现役的超级巨星只有三个人,詹姆斯、诺维茨基、韦德,这三个人都有MVP,并且有着出色的单场表现。 能够在关键的时刻Carry队伍,拿到冠军,乔丹的看法还是能够理解的,但也有的球迷会问,为什么杜兰特不是呢?为什么库里不是呢?他们冠军之路也有亮眼表现吧? 道理还是很简单的,杜兰特荣誉最多,但是杜兰特的冠军是在加入勇士之后才获得的,真靠他自己所获得的荣誉还是比较少的,并不能够称之位超巨,而哈登则是在季后赛中表现太差,并没有哪一轮中能够疯狂Carry带领队伍前进。 库里的原因则是更简单,库里虽然说,在过去的四年中拿下三个冠军,且有两个MVP,但是他在一轮系列赛中,总是有低潮表现,这对于超巨来说非常影响印象分的,至于其他的球员还没有资格来谈论,是不是超巨这个问题? 想要成为超巨必须能够统治一个赛季,再拿下冠军,这个标准是非常高的,你觉得联盟中谁有资格被称为超巨?欢迎大家留言讨论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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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